台北市爆发全台湾首例防疫旅馆送错确诊者的大乌龙 在大安区某一间防疫旅馆上个周末裁检出一名确诊者 没有想到当时卫生局通报了 旅馆人员却是把另外一位只需要居家检疫的房客送到医院 知道医院裁检结果是阴性才发现弄错人了 真正的确诊者还在旅馆里头等待救护车 北市府现在坦诚疏失将会做更严格的把关 而台大工卫学院教授陈秀喜也喊话了 认为应该要注意入境旅客疫苗种类跟时效性 不要让太多的确诊者进到旅馆 医护人员全副防护装备带着回国旅客上巴士 进行例行PCR筛检 大安区这间防疫旅馆却传出送错确诊者 就在上个周末当时旅馆接到卫生局来电通知有房客确诊 没想到旅馆人员却把另一位只要居家检疫的人送到医院去 直到筛检阴性才发现 真正的确诊者根本还在旅馆房间等不到救护车 原来两位房客同一天入境 加上性别一样更疑似因为房号太相似 救护车又没有核对身份才会发生乌龙事件 那年关也禁了 每一天入境的人士在防疫旅馆这边入住 都有八九随时都有七八千人以上 的确防疫旅馆压力跟量都是比较紧绷的状态 工卫学者也喊话别让旅馆成为第一线压力锅 另外北市研议如果因为同班机旅客确诊 被匡列改为居家隔离 可以到专门旅馆不许自费 只是Omocron平民扣关台湾 从机场到旅馆防疫人员面临最大挑战 接受杨高紫瑶台湾报道 春节入境检疫方案 其中第一批选择七加七加七方案 有不少人都已经返家检疫了 但是要如何确保民众都有乖乖待在家 对里长来说也是蛮大的挑战 像现在就有里长反应了 在他的里上就有六个人都是采用七加七方案 虽然这个人数看起来不太多 但是还是必须要早晚各打两串通电话来做关心 另外也得要确保真的没有访客上门 对他们来说压力蛮大的 尤其是到了明年一月份 一个里恐怕还会有超过百人返家检疫 让里长相当焦虑 就怕一个不小心会增加社区风险 一大早拿出名单一一打电话 确认检疫民众是不是都乖乖待在家 以北市丹区光武里来说 首批只有两户一共六位民众 是采用七加七加七纯解入境方案 虽然人数不多 但除了一开始里长得先会同警方 看居住环境拍照记录外 等到民众真的反加检疫后 还得早中晚不定时查核 各打一通电话 确保居解民众没偷跑 也没有访客串门子 但由于指挥中心没有指示 到底要怎么稽查 里长也只能自己看着办 还是口上告知他不得做这些事情 你的卫衣设备也是只能 只能自己使用 但就怕随着农历春节逼近 反台人数即将在一月达到高峰 像是这个月底光武里 还有二十位民众要反加检疫 除了得想方设法落实查核 里长心里也得承受极大压力 相信到过年时候超过百个是一定会超过的 人一方面也就我们跟干事 也不可能自己找其他的人 有李明来跟我们讲说 这会不会侵袭到社区 这般是的确他们有担心的 增加你生活的自由度 你就一定提高染疫的贡献 明年的一月是很 要非常小心的一段时间 而且你要确定他有守规矩 等于是你要去监视 你目前我们这个防疫的量能 是不太可能做到这件事 虽然是方便民众回台团聚过节 对里长来说似乎是一大考验 恐怕也会对台湾社区增加 潜在风险 就你们身着邪脱的 国内开放混打第三剂疫苗 不过现在竟然有民众 恐怕得要混打五剂 这是一名联亚疫苗的受试者 他投诉 在11月中旬才打完联亚第三剂 但是现在中央却突然宣布了 明年元旦开始 26场所跟次类对象 要是没有完整接种两剂疫苗 每个礼拜都必须要自费快筛 但这名受试者也说了 他是完全来不及 在年底前混打完两剂疫苗 因此现在除了要自招腰包 来夸钱快筛 还得在短期间之内打五剂疫苗 更怒劈要是出了事 谁来负责呢 国内不少民众等着追加第三剂疫苗 但联亚疫苗受试者 恐怕还得被迫打到五剂疫苗 就有一名联亚受试女投诉 他身为一类医事人员 11月中旬继续参加联亚疫苗的 延伸人体试验 因此接种了第三剂 结果12月上旬 指挥中心又公布 明年元旦起 包括26类场所 4类对象 如果未完整接种两剂疫苗 就使每周自费快筛 但要他在年底前 重达两剂疫苗满14天 根本来不及 明年肯定要花钱快筛 没想到只是协助疫苗试验 却得面对种种问题 希望中央能协助处理 打三剂人总共有超过1500人 因为第三剂也是 卫福部核准可以施打的 就是延伸的试验 所以理论上来讲 应该由卫福部跟CDC来做 一个讨论 除了要负担快筛费用 还得承担短期内 打5剂疫苗的风险 这名联雅受试女无奈表示 既然12月要颁布元旦新制 当初就不该核准联雅延伸试验 搞得受试者现在进退两难 没有人在一年内 打5剂疫苗的啦 如果出事怎么办 至少让我们间隔3到4月 再打第45剂 抗体这么高的话 那在目前来讲 我们还没有数据显示说 它是安全的 打3剂真的有抗体很高吗 这个都不知道啊 打或不打都有危险啊 要不要这些人 就是验一下抗体量够的话 就不用打 专家认为 毕竟联雅疫苗 目前还在实验阶段 疫苗效力和副作用 都还没有具体结论 是否该补打其他疫苗 必须小心规划 这种报道 高雄一位林先生 19号返回台湾之后 入住三民区的一间防疫旅馆 但他不但在房间里头 闻到浓浓的烟味 事后向柜台反映 但是柜台只告诉他 打开抽风 让烟味排散出去 不过由于是中央空调连通 因此根本排不完 也让林先生质疑 空气同样是病毒的传播媒介 会不会出现防疫破口 对此卫生局解释 新冠肺炎在目前 大多是以飞沫跟接触传染 透过空气传播的风险 是比较低的 加上防疫旅馆的空调 其实都有做严格把关 对于瘾君子 在里头抽烟扰民 可以透过通报的方式 进行开发 任无可认打开抽风 房间内却还是烟味弥漫 有民众入住防疫旅馆 却没想到接下来几天 浓浓烟味呛鼻 高雄证明林先生 19号从大陆返台 住进三民区一间防疫旅馆 明明自己没有抽烟习惯 却落室闻到烟味 跟柜台反应后被提醒 要将抽风开启才能排出味道 但随即又被他发现烟味 人会从全部房间贯通的 中央空调飘出 想躲也躲不了 天天都痛苦折磨 虽然最终更换房间 摆脱脑人问题 但面对连贯的空调系统 李先生也质疑 倘若抽烟者染疫 是否会让防疫出现破口 对此卫生局解释 虽然空气途径 也有可能传染病毒 但风险焦效 因此成为破口几率低 不过室内本身就是禁止吸烟 如果民众有违规 业者可以通报处理 进行开发 尽管旅馆的空调系统 是否严加检查 打包票没问题 但隐君子将房间 当作自己的吸烟室 同样危害他人健康 不仅违法还有失功德心 也难怪引发反弹 借高雄组合报道 来吧 感谢观看